我老公走了以後 真的很單調 去爬山嘛 認識一個人 我就自己編一首歌 看山啊 什麼熱車啊 隨便唱 他說哇跟你在一起很快樂耶 壽命會搭長喔 我說他也這麼講 那我壽命會減短喔 他說哎呀不要開玩笑 我問你 就是這個政治大學對面那個有一個老人中心喔 那有喉唱 你喜歡唱歌 我介紹你去就這樣去 去的時候那裡面有認識 他說要主持這個老人集團喔 有沒有興趣 我說好啊也可以啊 就是這樣子來 所以就是天生的興趣 本身有興趣 然後又覺得說樂此不平 所以覺得說每天過得很快樂 而且剛剛講的說也可以把這個快樂帶給別人喔 對 那麼佩玲我們說現代的媽媽 年輕媽媽喔 其實都工作很忙喔 那麼常常為了家事啦 工作啦 又有小孩 好像都忘了學習喔 你會覺得這樣好像很可惜喔 對啊我覺得 因為四位在座都是媽媽 然後很多我的好朋友們 現在也開始當媽媽了 他們就說 哇一當了媽 真的就是很忙 每天忙不完 根本連坐下來好好看一本書的時間都沒有 更不用說夢想 根本不敢想 所以我就想問佩玲師姑喔 這個是不是應該是時間管理的問題 其實也可以辦得到是嗎 對 而且我覺得當我們的資源越有限的時候 我們更可以知道說 我們生命哪些事情是重要的 我們就可以把時間 就是放在真正值得花時間的上頭 那我很記得我以前在上班的時候 有時候趕回家 我在路上就已經想好說 我一回家的時候我要先把衣服要先放在哪裡 然後我要先怎麼走 然後怎麼樣可以最有效率的在時間內 把事情完成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訓練其實 對我來講是有幫助的 但是其實在生活很快的過程中 另外一個難的考驗就是 怎麼樣在很忙碌的時候 把自己的心定下來 因為心如果不定的話是很難學習的 對而且又是以職業婦女上來講的話 你看每天工作就這麼忙 每天很緊湊很緊湊 就覺得下班了以後想要放鬆了 可是你連回家都要把時間這樣管理的 這樣一分一分的 會不會壓力很大 真的壓力會很大 而且其實那一段就是很壓縮的時間 其實就讓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如果在很壓縮的時間 我可以把事情都做完 但是我沒有辦法把事情做好 對那教育這件事情是需要把事情做好 而且它永遠沒有做完的時候 所以我到後來就是這個權衡輕重之後 我就決定先把我的工作停下來 因為我覺得工作隨時都可以再開始 可是孩子的教育是不會等的 我一旦錯過這個時間 其實我就可能錯過很珍貴的東西 我完全沒有辦法彌補 所以那時候我就先把我的工作停下來 然後好好的享受當一個媽媽的這個樂趣 所以就是省思自己的生命 那麼覺得什麼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時間管理 比如說有一些父女朋友他們真的需要工作 我還是覺得時間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有一句話說有心的找方法 無心的找藉口 你覺得像比如說兩位奶奶講的 我喜歡我願意 再難她就覺得說她可以背她可以記 然後她覺得說她希望把這個快樂帶到學校 去跟小朋友一起共享 對不對 那麼桃子奶奶聽說 每一次當你外出 然後去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 很忙碌 你的孫子啦你的兒女都以你為榮 他們覺得他們喜歡你這樣的樣子 對 因為我想我快樂也會把快樂帶給他們 所以看到奶奶快樂 其實最快樂的就是孫子小孩也跟你一樣快樂 對不對 桃子奶奶 我想你年輕的時候也一樣 充滿了活力跟熱情 但是在年輕的時候有沒有說為了要照顧小孩 為了生活的壓力呢 那麼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呢 那時候是因為太忙了真的是 一天到晚都是為家裡的事情 還有我在教室啊 所以學校的事情都是很忙 我一直到退休以後才開始 我說又回到我自己了 退休的時候才開始來經營自己 對 因為我從前也不會唱歌 也不會跳舞的 因為退休以後做志工嘛 要去服務那些獨居老人嘛 所以就要帶他們唱啊 帶他們跳啊 這是要的啦 所以我才學習的 所以你去學唱歌 跳舞 去學習跳舞 唱歌跳舞 然後還要逗這些老人家開心 對 帶著他們跳嘛 讓他們活動一下嘛 還有就是 我現在還在學國標舞啦 哇 因為 這是我的夢想 以前做老師不准跳舞的 我年輕的時候的老師不准跳舞的 那時候很 很拘謹 很拘謹 你不准吃叉子加油 不准跳舞啊 就 所以我蠻喜歡跳舞的 所以現在我才在學 所以桃子男孩 您說的經營自己的方式就是 學習 對嘛 學習很多新的 新的東西 新的東西 嗯 那竹葉廳男孩 剛剛聽您講 好像您是在 孩子都長大了 然後先生過世了以後 才開始計劃自己 為自己做打理 是這樣子的嗎 是啊 嗯 去參加喉唱啊 喉嚨時尚時尚 人家說老了 這個會乾掉啊 然後喉唱當時 介紹跳 土風舞啊 我現在都在在跳土風舞 所以每天學習新的事情 都覺得很開心 對 很開心 然後又到那個 狗小去 我說我沒有當過老師喔 去常常看嘛 小孩子面前 欸 起來那裡 小孩子也很活潑 我覺得 像自己的孫子一樣 很自然的講自己 過去的那些事情 嗯 我發現就是 我們平常說活到老 學到老 可是我在兩個男孩身上 看到的是 因為你們一直不斷的學習 所以不覺得老 學到老所以不會老 是啊 雖然說年紀好像大了 可是呢 你們都會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精彩 滿滿滿滿滿的 每天都不同的行程 好像其實也不太需要依賴子女喔 不用 不用 因為在你們的身上就是看到活力 看到熱情 還有看到說你們是把快樂去帶給別人的 嗯 那佩玲呢我想要請教你喔 就是我最近看了一本呢 親子的教育的書籍喔 她說親子關係要好 這個當爸爸媽媽的要把自己精明的好 嗯 要有快樂的媽媽快樂的爸爸才有快樂的小孩 你覺得呢 這句話我真的非常同意喔 而且我覺得就是父母是孩子的魔 當我們懂得去善意我們的生命 去珍惜我們的生命 努力學習 其實我覺得對孩子來講就是一個最好的身教 那其實在孩子我相信說就是 然後奶奶他們的子 所以應該都很以他們為榮 那也希望說 欸將來我年紀大的時候 書經會說那將來有一天我也可以成為這樣子 那為孩子種下這樣子一個快樂的 因快樂的種子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一個傳承 是啊我想不止你我或是Tinky 我們都好希望等到我們七八十歲的時候 還可以跟你們一樣喔 所以我要呢告訴聽下所有的媽媽喔 除了顧家持家還有禮家別忘了呢 還是要好好的努力經營自己喔 那麼別忘了要運動 多學習做閱讀還要日行一算 那麼跟我一樣來慈激做職工 您會更美麗喔 謝謝桃絲奶奶 竹月青奶奶 還有佩玲 謝謝你們 謝謝 什麼樣的人是最有魅力的人呢 我想應該是能夠不斷地求進步 不斷地在自己不同的生命 年紀裡面都可以呈現不一樣風貌的人 所以學習真的是一個重點 我期待自己在六七十歲的時候呢 還能夠像桃絲奶奶 竹月青奶奶還有我自己的媽媽一樣 一直不停地進步 自己的內心有源源不絕的動力